美国总统拜登宣布退选之后 首度跟接替他的副总统贺锦丽同台造势 瓜保证贺锦丽会是一个出色的总统 同时也宣布白宫已经跟药厂达成协议了 将促成糖尿病跟心脏疾病等用药降价 支持者以尖叫声 欢迎美国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 两人15号携手在马里兰州举行造势 这是拜登退选交办给贺锦丽以来 两人首度同台 对于拜登的贡献 支持者大声感谢 肇事重头戏 就是宣布白宫已经跟药厂达成协议 将促成糖尿病跟心脏衰竭等 十项用药的价格调降 换算台币除了能为年长者省下约484亿 也能为联邦医疗保险省下将近1950亿 拜登通逼共和党反对这项政策 还拿川普的名字带完谐音梗 虽然讲话还是卡卡 但拜登在招式场合宣扬正机 无非就是想为贺锦丽拉抬声势 贺锦丽宣布参选以来 民主党声势持续上涨 经济信任度 川普7月还以41比35大幅领先拜登 但到了8月 就被贺锦丽以42比41反超 此外几乎在每个摇摆周 民主党都陆续扭转颓势 川普15号也召开机者会 指使贺锦丽无力解决通膨 而贺锦丽则将在16号公布经济政策 跟川普正面对决 成为了编译